在网上看到淡有雪英国硬脱钩,二债爆煲,中美谈判破裂,美国债息倒挂大衰退,中国房市爆破,不过实情是股市依然坚挺,尚未爆破,如果看以上的消息,一定认为足以把股市推低,至15000点至20000点之间,不过股市永远是朝你看不到的方向走。 这才是最难玩的地方,有朋友很担心我的沽空棋子,我笑说,换棋子怎么敢做大,大大声势势住,沽空三大章,输了1000多点,至今都是输了20万,虽然心痛,但还未到育痛阶段,无有怕,朋友可能会想,如果升够几千点,输7位数字,就会育痛了,沽棋子输20万未至于育痛,我的合纵会有一个会员。 原来每两个月都会去一次东京最好吃,也最难定位的沙寿司,我也有大量朋友想去而无法定到位置,于是便约定了,每两个月早团一次,去东京吃美食,我因去年11月去过,所以这次没参加,刚刚去的一次,参加者正是哪位车牌为迷茫的人兴,我问他拿包交,当然是赞不绝口啦,他笑说,凡事好难定位而没去过的餐厅, 都是好吃的,我补充说,这好比凡事好难追而人人想追的女仔,都是好的,他们还去了神田,我一零年前去过,虽然我不大喜欢怀石, 不过这间是新派,我的评价都很高,我很可能三月份跟他们再去,如果有朋友看到这专栏,可以找我报名。 谢谢大家